来自于国际电池安全研究会的研究 自体燃烧的部分 就是自己不明原因就烧了起来 竟然是有高达38% 碰撞短路起火 这也是一个原因 也就是车货撞到 然后它就开始起火了 现代电动车在汽车市场接受度越来越高 在新闻或网路上也时常看到电动车相关事件 其中以电池燃烧最为危险 所以想借由此专题来进一步改善这类案例发生 此专题设计出在车辆撞击后 加上电池达到危险温度时 仅是车辆处于危险状态 并协助驾驶与乘客进行脱困 或车上乘员因车辆撞击后受困于车内时 减少遭受有毒气体的伤害 如果我们收集资料后 我们发现以一般日常使用的锂电池为例 当它温度达到90度到120度时 就会开始破坏部分电池材料 温度超过140度时会放热分解导致热失控反应 并产生大量氧气而自燃 锂电池燃烧过程会产生大量含不化氢的剧毒气体 所以我们设定电池的危险温度为100度 作为危险温度的判断 如果我们为了判断车辆是否遭受撞击 我们决定依据气囊的引爆电流 来判断车辆遭受撞击 由此设计出方块图 当气囊作动时并且电池温度达到100度C 会触发我们的电路系统 使用喇叭与危险警告灯警示乘客与路人 并解锁车门与打开车窗协助救援与减少毒气于车内 会避免电池自燃或气囊作动失效等情况 在锂电池温度100度C时就启动警示系统 并在到达125度C时 解锁车门与车窗远离车辆与锂电池热失控前 我们使用4颗AD590温度感知器 并分布与颈子交叉点平均放置 只要有一个感知器发现异常电路就会开始作用 经计算于实验100度C与125度C时 感知器分别输出3.73毫安培与3.98毫安培的电流 我们查阅网络资料与测试得知器拿引爆电流为1-3安培 所以我们以3安培来模拟与设定电流值 同样以实验感知器的方式 得知输出电压为2.9伏测 我们研究了电动窗电路图 决定以开关接头着手 在不破坏原车线路的情况下 将人先的脚位再重新制作新的脚位接回接头 各脚位一并连接至继电器 使用电晶体控制搭铁 并使用555G时器控制输出时间 以免长时间输出烧坏马达 警告灯喇叭与车门锁的部分 我们决定从原车线路使用快速接线端子 绕过开关来控制作动 免喇叭不断的鸣叫 使受困车内的人加速产生紧张与烦躁的情绪 我们使用了计时器与震荡电路来控制发生频率 轮锁与电动窗的计时器整合在一起 解决电动窗长时间作动 为避免烧坏马达 最后整体的电路设计 比较气判断输出 电晶体与继电器控制各项的作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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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